中華市公司 四月六號 買到的立國談來 基盤一場未婚連儀活動 不過這有很重要 在哈利愛轉口醫生 並且不可以結婚過 也不可以來審議 這幾號是英華的正義 找到人生立場的另外一半 是曾經南路最大的榜上 不過中華市公司 為杜仙南路基盤的未婚連儀 保證主席 就是哈利比輸在轉口醫生 未婚 背景是未婚 配偶失望 也是未婚實驗 後面重點為公佈問題 特色標準基本就是主要的矛盾 學歷 我覺得也不用設限 因為學歷高不代表說 你成就就比較高 我覺得標籤化 本來上我就是就是單身 對啊 由加州坦白說 如果是快要參加未婚連儀 當然希望最好的學歷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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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而且以前沒有結婚 學歷跟回憶相帶的現場 當然是要相當 對啊 學歷相當最好 中華市公訴階歲 七月長得來外談 基本比我們年紀年 會得來北到四十歲 九十明星南路又減一半 參加條件 有何你跟婚姻後的看法 是否要好參加年齡的 成分金嫌可以再接近 報名的這些 我們的男生或女生 他們學歷都普遍拼高 都沒有結婚的話 就是相對的 參與報名者 他會很肯定 來報名的就是沒有 但是這種犯罪胡魯團體領域 對於細婚回合導賞胡魯和 哈利家賓賞根本就是疑似 整體而言在文化中所存在的這種對於離婚上偶的歧視是非常嚴重的 那我們特別覺得說今天彰化施工所作為政府機關 那他既然出錢出來做未婚聯誼 就不應該有這些相關的學歷年齡 然後或是這種針對離婚上偶 甚至是說對於性別的這種相關的歧視 選擇這次公報問主辦別婚聯誼 原本是好事 嚴格在布苗表吸收一些寒視 強姦引起表情懷疑度 在唯一杯外賓後部應該不及時的關係 既然從海不登